1月14日,山东青岛市辽宁路63号停车场内突发火灾,至少10辆公交车被烧得只剩下框架。 山东大众报业集团半岛传媒旗下新闻网站信网14日报道,当日上午10时11分许,青岛市辽宁路63号停车场内突发火情。 报道称,因事发位置靠近当地地铁二号线利金路站,一度影响市民通行。 网传视频显示,大火火势凶猛,燃烧的浓烟直冲上天,附近区域上空全部都是黑烟。 公交车管理单位青岛城运控股集团有关负责人称,停车场内停放的车辆是公司已经淘汰的车辆,原本要拖走。 有网友质疑当局在推脱责任。 今日头条称,疑似因一部公交车突然起火,加上大风天气导致附近的多辆公交车也被点燃。 因火势太大,十辆左右的报废公交车被烧得只剩下框架。 在起火的公交车旁边还停着多辆可使用的公交车和私家车。 曾多次公开批评中共高龄95岁的中国经济学家毛鱼士,近日传出已抵达加拿大温哥华。 据其友人转速,毛鱼士坦言生前不打算再回中国生活。 1月14日,独立视频人、作家蔡神坤在海外X平台发文表示,一生崇尚自由的毛鱼士先生95岁之际终于来到了自由之地,他坦言生前不打算再回到生活了90多年的中国。 他说很遗憾的是,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化中国了,也看不到中国人用选票来决定有哪个政党哪个领导人来管理国家了。 文章说,不过毛鱼士对未来并不悲观,认为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开道车是不得人心的,必然车毁人亡。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不仅仅拥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会拥有自由阻挡、自由表达、自由迁途的基本权利,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2012年3月,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曾授予毛鱼士福里德曼自由奖,在获奖感言中毛先生说,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蔡胜坤的文章还配上一张毛鱼士夫妇共同切蛋糕的照片。 1月14日是毛鱼士的生日,毛鱼士以出国的消息传出后,引发热议。 有网民表示,于老先生95岁润了,高耀杰女士80多岁润的,多少岁润都不晚。 刚刚才看到这个帖子,原来毛老已经定居温格华了。 95岁高龄,毅然决定移民西方自由世界实在不多见。 由此可看出,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我2020年到毛鱼士老师家里时,他夫人说共产党已经给他家周边安了七个摄像头,电话和邮箱全部监控。 恭喜毛先生自由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祝愿老先生长寿,能看到中国实行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可悲,一个已经95的老人都容纳不下,弹劾复兴。 真的专家和外资都走了。 剩下一群扛着爱国旗帜的大V们整天在网络上忽悠。 公开资料显示,毛鱼士是中国知名自由派学者和经济学家,曾于1993年创立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并任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他长期因言论和思想观点遭受中共当局的打压。 毛鱼士还因揭批毛泽东祸国殃民,罪恶滔天而遭各方打压。 中国大陆从去年秋季爆发新一轮疫情持续至今,很多民众表示,自己或者家人感染病毒,身边认识的人不断去世。 有河北保定市民表示,当地不少人感染之后快速死亡,有人在睡梦中去世。 有内蒙古民众表示,自己认识的人无征兆死亡。 河北民众,很多人在睡眠中死亡,不信当局通报。 1月14日,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官方专家称,自去年10月以来是大陆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包括甲乙瘤、新冠、中共病毒、呼吸道荷包、支援体等等。 感染这些病原体以后,可以出现反复感染。 不同病原体可以同时或者交替感染。 本次流行记得过甲型流感,也有可能再次感染乙型流感。 对此,网友议论纷纷。 不少网民表示,这波感染潮很严重,只能听天由命了。 赵小刀说,一波又一波。 王月在路上说,什么时候是个头? 妮妮说,感冒半个多月都没好,反反复复。 小耳朵CC妮扣说,烧了三天还没好,嗓子像吞刀片。 麦闷蒙蒙哒哒说,挖得了甲流,烧好几天,我得了以刘家细菌感染,现在还没退烧,我现在感觉全世界都是病毒。 对于当局的所谓疫情通报,大陆民众表示不相信。 河北宝定村民李女士近日告诉大纪元记者,当地染疫情况蛮严重的,发烧的人很多。 她女儿前一段时间已经感染过一次,最近又感染了,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没好,发烧了两天。 李女士说,他们这里发烧的人特别多,很多老人发烧之后死亡了。 身边的年轻人感染之后,死亡的也有好几个。 我妈说,她一个朋友才四十来岁,最近感冒了,睡觉中人就没了。 李女士说,我自己知道的这种方式,死亡的有三个。 她说,感染之后,症状比普通感冒严重很多,咳嗽的严重应该是肺有问题。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为什么感染之后人就没了。 感染了就叫重感冒,很多人吃清肺止咳的药。 反正哪里也不给检测,医院也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官方也不公布。 真让人搞不懂。 李女士说,大家都知道当局的消息都是假的。 河北石家庄市民李先生对记者说,疫情挺严重,身边感染的人很多。 我感觉肯定就是新冠疫情。 今年特别冷,老人出问题的比较多。 认证为麻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的大V原野医生15日发视频表示, 甲流、蔓延各个地区,导致感染人群持续上涨,甚至出现了交叉感染的情况。 最近河北石家庄的医院里都是抱着孩子来看病的家长。 IP属地为北京的飞天书法近日发视频说,最近自己发烧了,从河北雄安搭顺风车回老家石家庄买药。 石家庄甲流太厉害,家里孩子也发烧了,也要给孩子买药。 最近药品价格太贵了,内蒙古民众身边人莫名其妙死亡。 内蒙古包头市国企员工刘女士日前告诉大纪元记者, 最近我认识的人死了三个,有一个女的跟我挺好的,突然就死了。 她说,平时这些人看着好好的是很精神的人,说话很利索。 这样的人突然就死了,都没有任何症状。 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死了。 刘女士透露,她认识的死亡的那三个人,年岁在五六十岁之间。 IP属地为内蒙古的《请教我新龙哥Vila》近日发视频说, 自己感冒了十几天,每天都在昏昏沉沉中度过。 最初的几天,头疼得厉害。 辽宁民众,疫情很凶猛,亲属军感染。 近日,辽宁民众江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说, 目前感染的人仍然很多,医院也试人很多。 我的老亲家夫妻两人都住院了,是肺炎。 孙女半月前就感冒发烧,住院打针。 她的班上四五十人,有一半已经不上学了。 她说,这个冬季,疫情流行很凶猛, 叠加天气寒冷,死亡率肯定大增, 半个月前情况是很严重的。 辽宁民众蔡先生表示,得白肺的,重症的人挺多。 我家亲戚六十多岁,也是这种情况, 花了一万多,住院十多天,回家了,然后又去医院了。 听说是白肺。 她说,听非常非常可靠的人说, 在幼儿园上班的人说的,幼儿园有的小孩死了。 了解到这个小孩是打过新冠疫苗的, 再感染就死了。 她透露,听说因为白肺死亡的人不少, 中欧中国联合创办人潘石屹曾为家乡住学修路捐款, 但部分钱款却被当地政府官员截留。 从此,潘石屹不愿与当地政府打交道, 而招致官员不满。 潘石屹的老乡透露了相关内情。 近日,潘石屹的一位老乡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披露, 潘石屹给家乡捐过几次款, 包括潘石屹出资兴建的潘基寨中学, 以及附近道路, 还有潘石屹在2021年疫情期间给天水市捐了1000万元等。 但据这位老乡透露, 现在天水也有一部分人骂他, 就是天水政府的领导对潘石屹意见大的狠。 他说,原因是潘石屹不愿意跟当地政府打交道。 这位老乡讲到一件往事说, 在潘石屹还不发达的时候, 看到潘基寨小学他防滥院, 于是向潘基寨小学捐款20万元, 又给他舅舅家清水县的村子20万元, 这40万元首先转到了天水市政府账下, 之后部分钱款被验过拔毛。 天水市清水县政府挪用了10万元, 还有10万就盖了学校了, 我们潘基寨这边盖了5万块钱的学校, 政府挪用了15万。 这位老乡说, 潘石屹是搞建设的, 回到家乡看到就知道其中内情了, 从此不再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了。 公开资料显示, 潘石屹1963年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潘基寨村。 1979年, 考入兰州陪离学校, 1987年辞职下海到深圳、 海南, 后到北京, 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 1995年, 潘石屹与妻子张鑫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 2007年, SOHO中国在港交所上市。 据报道, 潘石屹与张鑫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基金会, 旨在通过资助教育而改变贫困地区的学生和家庭的命运, 并对家乡进行了大力资助。 不过, SOHO中国基金会于2014年, 向美国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一事, 引起巨大争议, 潘石屹遭到不少中共小粉红的攻击。 在2014年, SOHO中国停止了收购的步伐, 此后, 潘石屹陆续抛售旗下资产。 有媒体统计, 2014年至2019年5年间, SOHO中国出售资产总计近300亿元人民币。 潘石屹卖卖卖的范围, 也从一开始的边缘资产, 慢慢扩大到核心资产。 2021年6月, 黑石屹团宣布将以30亿美元收购SOHO中国, 收购完成后, 黑石将取得SOHO中国控股权, SOHO中国其他控股股东保留9%的股权。 业内认为潘石夫妇此举为套现出场。 不过, 该交易遭中共当局阻扰。 中共当局于2021年8月, 以《反垄断法》立案审查, 之后SOHO中国宣布公司和黑石屹团之间的交易终止。 随着中国经济整体放缓, 青年失业率创纪录, 就业前景不佳, 消费者信心低, 和商业环境不稳定,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 就连一些比较富裕的年轻人也表示, 结婚成本太高, 担心承担不起。 据路透社报道, 32岁的维克托·李·Victor Lee想要尽快结婚, 但和其他许多面临不确定经济前景的中国年轻人一样, 这名富裕的上海企业家不确定自己是否负担得起。 他正在参加上海的一个专门为受过高等教育的, 叫富裕单身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 对我们来说, 结婚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 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李说, 从经济能力上来说, 其实对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来说压力很大。 这次活动由朱利亚·梦的公司Julius Events主办。 梦说, 越来越多的35岁和35岁以上的人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结婚。 和参加活动的捷克将一样, 年轻的中国人说他们想结婚, 但高房价, 不确定的就业前景和总体经济形势不给力。 这名32岁的企业家说, 不是我们想单身, 而是城市结构、 经济形势导致了这种结果。 年轻人不愿结婚的现象, 令政策制定者感到担忧。 可得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结婚登记人数创下历史新低。 中国已经面临出生率下降, 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 而结婚率又与出生率密切相关。 是电视际方案, 件数年轻人act与出生率那样, 感谢观看